哈喽,大家好,我是汪哥 今天,汪哥带大家来看一部军事题材的电影 《山2》 故事讲述的是一只受过严格训练的土耳其战队 渗透到伊拉克执行救援任务的故事 影片一开始 伊拉克恐怖分子准备处决女记者 土耳其特战队早已在附近计划好 在女记者将要被处决的那一刻 狙击手一击漂亮的爆头 将恐怖组织的头领击毙 随后救下了作为人质的女记者 准备护送女记者到接应地点的村庄修整 等待救援飞机的到来 在返程的途中 又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 一番激烈的打斗后 终于将恐怖分子拿下 还从恐怖分子手中解救了两名土耳其义的女孩 女孩在看到特战队员薰前的土耳其凶章时 哭得抱住了特战队员 继续往接应的地点前进 到达村庄后却发现村里全部都是妇女儿童 经由一名残疾的退休老兵 在修整等待撤离的时候 得知了恐怖分子要血洗村庄的情报 女记者希望特战队能留下来 但特战队指挥官以服从命令为由拒绝了 两人一顿争吵 陷入了离开还是留下的两难抉择之中 救援的直升飞机到了 特战队选择把孩子和女记者送上飞机 而他们选择留下来保卫村庄 特战队在村内升起了土耳其的国旗 准备迎接这场以少对多的战斗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采取了两线的叙述方式 一路是按照剧情解救人物进行 另一路则是倒叙成为特战队之前的受训过程 两线不断切换要注意不要被绕晕 电影中的打斗场面十分的真实 战争在残酷的人性面前到底反射的是什么 让我们不仅深思 好了,我是汪哥 如果喜欢就请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